驚喜唐可靜DMEP邀民共賞 媽媽好神之俗女家務事 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新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婚姻有問題回家問媽媽 真的好嗎 她老公有生物包養我 結果她爸媽就跟她講說 妳就原諒她這一次 她就一直覺得有疙瘩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離婚嗎 曾經原諒妳 這件事 妳就不能夠再拿 這件事情 去當裁判離婚的事有 是喔 妳公婆回去的時候 妳那個伴手禮 人家一定要不要是人家的事 妳不能不買 三四個包圍路往我家 一直送來 後來我公婆沒殺回來的時候 我不過都會先跟我講說 其實我們這個 剛生為人妻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說 好多這個婚姻之道 其實搞不太清楚 這時候當然就要請教 自己的媽媽 但是有時候媽媽 出了一些搜竹 也不一定是對的 結果媽媽常常告誡我們 可能要溫柔或是要忍讓 但是媽媽好像我們從小看她 也沒在忍受 然後她就跟我說 男人就是那個 視覺性的動物 所以我告訴妳 妳那個睡衣 我跟你講 禮拜一到禮拜天 每天要不一樣 妳媽會跟你講這種話題喔 就是要性感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那我為什麼看她 從小到大 我看她都穿 同一件色的 媽媽可能是想說 她已經不需要了 然後我就說 那妳以前就是這樣 她就說 對 我就覺得媽媽有時候建議 真的不一定是那麼的實用 我媽就是 小豬的豬隊友 她說我們來亂打 她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妳結了婚 女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妳要很會煮飯 不要老是吃外食 這樣叫外賣很不健康 老公回家就是要幫她煮個菜 才會有回家的感覺 被她講著講著 我也覺得好像應該 要往這個方向去邁進 然後她就說 而且我跟妳講 妳要當一個省錢的家庭主婦 妳要去比價 不要去一些貴的超市買 妳要去傳統市場 然後於是乎 我就拉著我老公 到處去比價 一攤一攤 餵一攤一攤比 然後好不容易都買完了之後 然後因為妳知道 那個食譜上面 或者媽媽跟我講的 她就會說什麼蔥 什麼 少許 少許 對 誰聽得懂 什麼意思 對 然後多少 多少 多少 對 到底要多少 所以我就買超多回這樣 因為我怕都沒買到 然後廚房又堆了很多 什麼蔥 蒜 蒜 蒜 什麼的這樣 好不容易什麼煎魚什麼 然後還跟我媽試訓 還煎魚喔 煎魚 因為我想就想說 高難度耶 對 妳都從高難度的開始 我那個手套戴好 然後那個鍋蓋已經拿好 煎魚 然後我還試訓媽媽說 媽媽妳幫我看這魚醬有沒有熟 因為媽媽都會說 煎一下 我說一下是多久 對 它沒有一個標準 對 然後媽媽也沒有記多 因為她也沒有什麼計時器 他們都經驗拔著 對 她就看一下 因為有時候妳火的大小不同 這樣 她說那大概 那大概三分鐘 然後我就拿計時器 三分鐘 我就想說好 就這樣跟她這樣看 然後到最後呢 她說應該可以 然後不要煎太熟 拿起來之後一上桌 我老公看一眼就說 妳要不要先吃吃看 我想說我這麼辛苦 妳怎麼要有先吃 在哪吃都要說OK對不對 她說那妳先吃 然後我就吃一口 然後因為我一講 我就發現裡面還有一點點 紅紅 對 一點點 然後她就這樣 妳看吧 然後妳又拿回去 然後再煎一次 然後我弄得我就是 而且就是 就我老公他就是一個 實話實說的人 然後我就這樣煮了 第三天之後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妳雖然不會煮菜 但妳也會點菜啊 她說什麼 她說為什麼 妳就會看妳的優點 她真的 對 她就說不會煮沒關係 妳很會點 妳點的每一道 我都喜歡 能不能不要再煮了 我覺得妳老公好棒喔 直接看妳的優點 然後說重點這樣子 她就是 都看到我好多的優點 然後所以我就 就趕快就跟我媽講說 媽 我跟妳講 煮菜這件事情 我是完全放棄了 因為 因為我再怎麼煮 也不可能比它好 而且妳說很多那些 生肉什麼包回來 我也不會處理 所以我後來就想說 算了 算了 我還是做我擅長的事情 我真的還是去點菜就好了 就去點菜就好了 所以後來媽媽跟我講的建議 其實我都會說 好... 然後根本就也沒再聽 對 所以有時候媽媽的建議 不見得真的適合現在的夫妻 對 現在的夫妻其實有很多觀念 大家都已經不一樣 那是還好說 她老公忍了三天是直接講 因為有些人真的忍... 忍到最後就是夫妻就失和 所以智瑋哥有聽過那種 就是長輩亂給一些收竹衣 結果就夫妻都快混不下去了 而且妳知道有些長輩 他亂給收竹衣 被抓的 被抓包的時候 他也不承認 承承 承承 對啊 我哪有說過 對 那不是我講的嗎 然後他就會瞬間變公學花 失意 公學花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女生朋友 然後他嫁進去婆家之前 就是覺得他們家的人 都滿好相處 然後婆婆也很和哀可親 那公公感覺都是沒有意見 都是OK...這樣 所以他就覺得說 這個嫁進去應該日子很好過 那當然他結婚第一年 都沒有什麼任何問題 可是他懷孕之後 全家都很開心 尤其他婆婆就是開始買東買西 給他補 但沒想到他懷孕 就是噩夢的開始 怎麼講呢 就是說 因為他婆婆 有一天就把他叫來 就比方說 季晴 我跟妳講 妳知道女人懷孕的時候 前三後三是最危險 對不對 所以前三 妳不太可能給妳老公碰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完全防堵老公 在外面找女人 所以妳要多注意 妳老公的行為 有沒有什麼異常 對 我以前其實包括 妳知道妳那個公公 我也都是用一招對付他這樣 可是我這朋友覺得很奇怪 怎麼對付他 她的婆婆就說 我跟妳講 妳知道我們家附近 不是有個宮嗎 有個廟嗎 對不對 婆婆我知道 妳常常去拜 對 我跟妳講 他那邊有一個 就是能夠讓妳老公 對妳死心塌地的符水 符水 那她就跟她婆婆說 媽不用啦 不用這樣子 這個我們現在年輕人 沒有再相信這個 而且我被我老公知道 一定是完蛋 那婆婆就覺得有點 我是為妳好 對啊 妳老公如果真的怎麼樣 妳不要怪我這個婆婆 沒有站在妳這邊 醜話先講在前面這樣子 那也就這樣了 但是過了幾天之後 這個婆婆就自己拿了 兩三瓶符水 婆婆比媳婦還積極就對了 她是怎樣 她是很了解她兒子 對啊 感覺是從小 跟她長大了 她就拿了三瓶回來 來啦 我去幫妳求回來 我跟你講 特別加持 妳老公絕對會很聽妳的話這樣 而且重點是婆婆拿回來 不給老公喝 感覺好像婆婆會不開心 對 因為婆婆就已經拿回來了 我幫妳跑這一趟 這應該是妳要自己去求的 我是她媽媽 我會害她媽 沒錯 所以這個媳婦也覺得說 這樣講也是有道理 對 那這個婆婆這水喝了會怎樣 不會啦 這個水就是正常的水 然後法師給她加持的 對 不用擔心 她的那個法力是看不見的 那這個媳婦想說 真的 這看起來就是 某某品牌的上泉水而已 但是婆婆說 妳不要一次給她喝完 那個是要分次的 因為就是每個月 每天都要給她喝 一小瓶蓋這樣 那就是她老公都會有喜歡 帶那個保溫瓶出去 那她就是每天趁老公不注意 就好像在加什麼 加一點 加一點 兩個禮拜之後 有一天在加的時候 就被她老公看到 而且是從背後說 妳在幹什麼 她就嚇一跳 整個浮水打翻了 沒有啊 因為我想說怕妳的水太燙 我幫妳加一點 那個強溫水 老公就說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這個瓶子上面有符 有畫那個符 那她就覺得 這個不能硬拗了 她就說沒有啦 這個水 她就解釋了一下 然後說是妳媽給我的 老公是說就很生氣 我媽這麼迷信 妳怎麼會相信她這樣子 就叫她媽來 她媽出來就說 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那媳婦就看她媽 就比這個符水 然後她媽就說 就一直在那邊眨眼睛 是叫她不要把她弓出來這樣 但是那個媽 我已經跟老公說是 妳給我的 那她媽說 我安甕喔 我哪有給妳啊 對 我只不過是給妳介意而已啊 妳就真的去做了 她也跟那個兒子說 這個不會怎樣啦 她媽媽不承認是她 拿回來了 她只是給她介意 媽媽也很怕被兒子賣 對 然後這時候公公就走進來了 就是我都喝這個大汗 好 不過這還滿可愛的 但是也有就是處理不好的 是不是 對啊 其實有一個 滿經典的案子 就是說老婆她今天 就是有一天心血來潮的時候 她就是看她老公 那個工作的電腦 結果就發現 就是她老公有登入那個什麼 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叫 我不知道能不能講話 就是包養網啦 就是 有這種東西 你知道 有啊 有過 對 那 當然就是 結果她就回去 因為想說找自己的爸媽 先 因為危機處理這樣子 先不要鬧煩 結果她爸媽就跟她講說 如果今天只是 不是外面有人 她是去 就是你知道交易嘛 只要不是真感情的話 對 所以妳跟她講 當然未來不行這樣 但是就跟她講說 妳就原諒她這一次 因為你們婚都結了 小孩都生了這樣子 因為她老公也是一直 苦苦哀求她 所以她就想說 因為爸媽又這樣建議 想說 那我就原諒妳這一次 可是妳知道這種就是 因為 未來都會有那種隱影在 就是想到說 妳曾經去外面 去跟其他人 就是有 就會有不好的畫面 然後也有不好的 會有不信任感 但既然選擇原諒 就應該要趕快讓她過去 就沒辦法真的原諒 對 所以其實後續 一直在相處的過程當中 她就一直覺得有疙瘩 就好像沒有辦法再回覆 像以前這樣子 所以她後來還是 希望說要離婚 那當她離婚的時候 當然就來諮詢律師說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離婚嗎 因為一般人都會覺得 可以啊 妳這個證據都那麼確實 而且老公那時候也有承認 一些訊息什麼的 絕對是可以離婚的 可是她沒有發現說 其實民法有一條規定 如果你今天是用 就是我們講說 與配偶之人 以外的人性交的話 如果你是用這個條文 要去肅請離婚 但是就是妳已經事後 曾經原諒這件事情 我們講這件事情的話 妳就不能夠再拿 這件事情 去當裁判離婚的室友 是喔 對 原諒不能反悔 就說其實我沒有真的原諒 對 其實我只是假的 我不能說 那我當時因為她一直苦苦哀求 所以我一時心軟 可是我久了發現 我心裡的傷真的不會好 不行這樣子嗎 沒有辦法用這個 當唯一的理由啦 所以還要當下就要決定說 是不是要離就對了 對 或者是在 再來 創造 所以一定還有別的事情 對 就是現在又發生了 別的事情 然後再把往事重提出來說 她以前就怎麼樣怎麼樣 那有時間上的一個限制嗎 對 有 就是如果通常你知道 就是發生裁判 像我們剛剛講 老公跟別的女人 有就是性交的話 就是發生性行為的話 那就是事後又說的話 是妳要在知悉內六個月 知道這件事情六個月內 對 你就要提出裁判離婚 或是這件事情 我們再怎麼樣到 一定要思考六個月 對 就是知悉之後六個月 或是這件事情 如果已經發生在兩年以上的話 那就不能夠 就不能追溯 這個 對 所以如果在婚姻關係當中 老公就算沒有放感情 但是曾經有發生過性行為的話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訴求離婚 可以 這個是可以 申請離婚的事由 但是因為她做了 就是因為她原諒了 對 所以她就必須 如果未來要離婚 她就必須像剛剛劉律師講的 她必須要再去創造 其他的理由說 因為這件事情 而造成一些生活上的摩擦 但是你知道這些就變成是 一些很次要的理由 她就沒有辦法像前面那樣子 一擊斃命 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基本上 所以這樣散養費 或離婚的條件 就有差了對不對 當然你的籌碼就會少人家很多 因為你法律上面 你離婚的事由就 你王牌就被打掉了 就因為這個建議 對 就被打掉了 所以其實很可惜這樣 沒錯 所以我們通常在那個 要原諒對方的當下 就是本票就先拿出來 叫對方簽一下 什麼意思 就是叫對方簽一個 很巨額的金額 對 就說我就拿著你的本票 現在原諒你 對 如果你後面再辦 我就直接拿本票去 強制執行你了 你的財產就全部沒有 可是它不是這個問題 它是心裡的坎過不去 對 可是我們最怕遇到 就是現在原諒你了 將來還是再發生 對 也是 他拿了票 他也有可能會跳票 對 但是就 至少讓他名下都沒財產 是 全部都 有一點牽制的作用 了解 對 當然因為剛走到婚姻裡面 其實我們也就像是 侮辱叢林的小白兔一樣 反正已經進了森林 我們該怎麼樣來 就是找到一個方向 沒錯 那詢問媽媽 如果在感情上面的諮詢 會出現糾紛的 這個指數能不能測得出來呢 這個測驗可以測出 媽媽的陰暗面 好 真的 想像自己現在在 幼幼台的節目中 如果你在童話森林中 迷路了 對 迷路了 那結果附近有幾個家 你想在他家暫待一晚 暫時待一下 那第一個選項 是 猴子姐姐家 二 是老虎奶奶家 三 是山貓媽媽家 四 是土狗阿姨家 在森林裡面 這四個都有點兇 對 那你就是過個夜 過個夜 好 來 一二三 請舉牌 那 土狗阿姨家 我們兩個選 土狗阿姨家 因為我覺得好像土狗 雖然比較兇 但總比老虎那些山貓 老虎奶奶聽起來 都會被吃掉 山貓也很兇 對 所以我選猴子姐姐 而且姐姐感覺 比較好聊一點 自家 老虎奶奶 你不怕老虎 沒有 因為你迷路 所以你就要去找一個 最大咖 對 聽起來很威猛 就是不會有人去惹他 那最大咖 可能會把你吃掉 可是我覺得 就是感覺自然鬧事 你幹嘛嫌棄我們 那是土狗阿姨 那找媽媽咨詢感情問題的時候 會鬧出的糾紛指數有多高 這可以測媽媽的陰暗面 其實都有 只是你找她的時候 特別容易出現哪一項 我們先來看選一 猴子姐姐家 對 猴子姐姐家呢 溝通變辯論 然後越講理越亂 就你媽 找媽媽的時候 她先就跟你講理 兩個人可能就變成一個 辯論會了 那所以我們看糾紛指數 五十五分嘛 為什麼 你講一句 我講一句 你講你的道理 我講我的道理 各自堅持互不相讓 真的這樣喔 對 最後我媽媽就會說 我不會喊你狗 我想講 真的是這樣耶 但是如果是理性辯論 它至少有一個討論嘛 對 那接下來如果是選二 看一下 老虎奶奶家呢 這麼低 這麼低 還二十 還滿好的 然後待會兒她的原因 答案還沒有來 妳縮教就先聽飽 我媽怎麼沒說 那個賣訊息來都沒有在停 兩句 三句 五句這樣子 媽媽這樣子打字挺快的 媽媽就是這樣 然後動不動就傳心經給你看 然後你都沒有啦 心經就對了 對啊 什麼礦泉水 那個什麼瓶裝水 不要喝什麼的 一直在 媽媽就很愛傳這種 所以她很愛縮腳 所以老師很準耶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就是 如果二選項的 如果妳有這個認知 妳就會好好當個好女兒 因為沒有什麼爭執嘛 對 或者是好事嘛 就都跟妳在講就好 好 那如果觀眾朋友選擇三 三 三貓媽媽 這貓是四個動物裡 可能是不聰明 八十五 三貓媽媽家的特色是在呢 冷靜給建議 是 不過呢 萬一妳出錯不負責 也就是呢 我個人提供分析諮詢 但是不提供收穫 沒有保護的 對 那所以就後面是妳的 就是媽媽只是分析而已 妳後面是怎樣 那是妳的狀況 妳生活妳自己過 對 那如果最多現場來賓 選的四號 媽有 我想找 請找阿贏家的話呢 我們看的特色是 這麼高 七國的軍師娘 哇塞 我跟妳說 百零五 爆表了耶 妳不用問她 她也會默默從一些新聞資訊 或其他資訊去探知妳的狀況 對 關心女兒嘛 而且我如果太多天 如果沒有打電話 給我媽 她就會生氣 然後有很多事情 像那時候她真的就是太 妳是講雞婆 我不敢說她雞婆 我只是說 就比如說像那時候 我不是懷孕在家嗎 然後資深媒體就打給她 然後第二天我就看她報紙上 又說我什麼 奶水有多少多少 我就想說 她就說人家就打來了 我不好意思都不說 哇 她就是一個很熱心的媽媽 對 所以選了四號的媽媽 因為她隨時在關注妳 妳問她就終於給她 找到一個宣洩的機會 所以我都不問 全部吐出來 所以我都不打電話回家 因為電話費很貴喔 長途電話 現在打那個網路的不用錢喔 沒有 但我媽不會用 所以我故意不要教她 而且麗菲很聰明 因為我剛剛就選土狗阿姨 但是我就很愛問我媽啊 然後說一點有的沒的 如果說這麼遠 但是總是有重要的時刻的時候 媽媽要 出手 有啊 就是像那時候 我跟我媽說就是我要結婚 而且是雙喜臨門 她那個時候就替我很開心 她說終於女兒可以嫁出去了 而且她馬上就會有一個嬰兒這樣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 唯一給的一個 怎麼講 一個忠告嗎 就是說 因為她知道 我自己的女兒脾氣很急 她說凡事 她以前很傳統 有什麼事呢 就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家和萬事心 對 家和萬事心 什麼都要忍 然後尤其是小事 因為每天都是遇到一些小事 其實是 而且因為我也很容易 為了小事裝潢 對 那像那時候我老公呢 他很喜歡自己一個人獨處 然後我們家就有一個前陽台 他就每天都幾乎一整天 進出那個陽台很多次 就是開開關關那個沙門 然後出去坐 然後進來 就會引來很多小飛蟲 對 殊不知有一天我就發現 我們的陽台上面 就開始有蜜蜂飛進來了 就開始在那邊竹巢 好風水耶 是嗎 生態環境不錯才會竹巢吧 真的嗎 蜜蜂我會選地方竹巢的 但可是那時候我已經懷孕了 然後我想說 老公妳可不可以把它處理掉 就用剪刀把它剪掉 因為我這樣才覺得安全 妳叫妳老公自己上 其實妳可以大給那個 給環保 可是它沒有很大 就大概那麼小而已 它沒有到很大 然後我就跟老公說 這樣我才會比較安心 他就說 不要 畢竟他們還是有生命 我們要愛惜生命 他不傷身 然後直到我想說好吧 算了 然後我就忍下來 畢竟他也是善心 對 那等到小孩出生之後 我就更加地在意這個點 對 它應該已經變大的了吧 沒有 沒有 後來那個蜜蜂煮完之後 還是這麼小 它下了幾顆蛋之後 它又飛走了 然後下一次又是 另外一個蜜蜂進來 所以我們其實有滿多 小小的小窩 並沒有到很大 是喔 對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他這麼愛來我們家 就是煮 他就幾個講 說這不會破壞你們 趕快再來煮 所以其他的都一直來煮 你說快來喔 家最好很轉 這一家不會趕喔 趕快來煮巢這樣 然後就是等到女兒出生的時候 她一樣也是不處理這些蜂窩 然後就有一天我女兒就 她在那時候一歲多的時候 她就爬來說 媽媽 我這邊癢癢 她大腿就是有一顆紅色的點 然後我就以為是被蚊子叮 我也沒有去想那麼多 然後我就幫她整理她的床單 結果我這樣一甩那個棉被 小蜜蜂的屍體已經掛掉了 所以我就連想到該不會是 我女兒的腿是被蜜蜂叮吧 就趕快就是給我老公 看到老公說 真的不妙就馬上帶她去醫院 結果是被蜜蜂叮了 就打針 對 然後我就打給我媽說 我不要再忍了 我不要再為這種小事忍了 而且我老公也覺得說 好吧 以後這種事還是 要聽我的 對 對 要不受苦的是孩子 真的 我覺得這樣太危險了 沒錯 好 所以但是 每一次發生狀況的時候 媽媽真的都很喜歡 叫女兒先忍對不對 對 因為我這邊其實也有一個 就是媽媽要女兒忍的一個案例 它是我一個 那這個女性朋友 其實她本身對煙味比較 沒辦法忍耐一點 那但是先生有抽煙 所以先生本身在家裡抽煙 她都會去外面陽台 抽完以後 會避一下 然後才進來這樣 所以太太也就是說 OK 好 這樣還可以接受 可是後來沒想到就是 後來本來在外面工作的 這個公公後來就回來 跟他們一起住了 然後公公進來家裡之後 公公都在家裡面抽煙 對 然後這個太太就 因為也剛結婚 她想說就OK 好 但是她真的很沒辦法 接受這樣 因為這樣家裡的東西 全部都會是煙味 對 都會是煙味 然後她就跟自己的媽媽 就是稍微有點抱怨 那媽媽就跟她講說呢 妳才剛結婚 而且就是我們做媳婦的 妳就是要忍妳不要多嘴 就是畢竟是長輩 是公公這樣 然後她就只好一開始就 所以公公每次菸液拿起來 還幫忙搭貨 對 第一人回頭 爸 你耐打 爸 你這樣 她就只好一直忍耐 可是後來住了越久之後呢 她越來越發現 就是公公的那個衛生習慣 很不好 就是公公本身 她有時候肚子餓 她可能會自己跑去廚房 就煮泡麵 然後煮個泡麵 都可以把廚房搞得亂七八糟 流理台全部都是油 那也不收 那身為媳婦就 勢必是她要整理嘛 所以她都要花很多的時間 去整理 然後到最後 她真的有一點受不了的事 她打開冰箱的一個保鮮盒 要拿東西出來吃的時候 發現 而且她公公咬了一口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就是生活習慣很糟糕 然後她就真的就是 那不能先跟老公說嗎 有 然後她當然就是 她聽了她媽媽的建議 就說要忍耐 不能直接跟公公講 對啊 所以她就只好很委婉的 跟老公說 老公你可不可以 去跟爸爸溝通一下 對啊 這是兒子的事 對 但是因為這種事情 就是一再地發生 然後就會變成 老公也被她講得很煩了 就會覺得 我爸就是生活就是 我跟他生活幾十年了 他我也講不聽 那你要我 對 而且長輩嘛 他的習慣都已經幾十年了 你現在要他改 我怎麼讓他改 所以他們就常常 為這種小事情 就是不斷地一直吵架 然後吵到後來 我這個朋友就是 我們就發現 其實他在言語上面 就出現非常多的負面情緒 然後一直講話 都是很負面的這種話語 然後到最後 他真的自己也受不了 非常的崩潰 他就跑去看計程課 然後今天可以吃 壓力大成這樣 對 就是也開了一些 就是抗猶豫的藥給他吃 可是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那種生活上 雖然我們聽起來 都是小事 但是因為生活中 就是無數的小事 累積起來的 所以一旦就是生活習慣 若不合 然後大概日積月累的 這樣子久的壓抑 而且老公又沒有 讓他有一個出口的話 就真的可能要去掛精神課 就是壓抑太久了 沒錯 所以夫妻溝通很重要 該你扛的時候 就跳出來扛 好 但是我們剛剛 因為都一直在講說 媽媽可能給了我們一些 搜主意 但其實我們必須要說 媽媽有的時候的經驗談 也真的很管用對不對 沒錯 也是可以幫我們拯救婚姻的 對啊 我這個案例也是 他也是媽媽要女兒去忍 可是不是笨笨的一直忍 所以他是有解救了他女兒的 狀況是這樣 其實這個他們是大學同學 然後本身就是男的也是高富帥 家境也很好 那女的這方面也是條件很好 也很漂亮 然後兩個後來也一起 出國念書回來 各自在一個外商公司 來做就是工作 所以我們都一直覺得 這一對夫妻其實都非常的好 就是老公 對 老婆兩個條件都很好 那後來呢 這個太太也就開始懷孕 就生小孩了 那後來老公當然就是 越來越多應酬 然後越來越晚回家 那太太呢又身材有點變形 然後又對自己沒自信 那當然又產後憂鬱 對 所以後來有一天 他就趁他老公喝得醉醺醺 回來以後 去看他老公的手機 然後就看了 當然就不得了了 發現說 有個在那個LINE上面的女生 就叫他老公說 Eric啊 你回家了嗎 這個剛剛好開心喔 你抱我抱得好緊喔 這種對話呢 老婆當然就是昏倒火大了 對啊 然後他就當下 趕快打給他的閨蜜 就是他的這些女生朋友 那他的其中一個女生朋友 就是我大學的一個學姐 他們一起出國留學 當然就說 好笑 更好笑 這種男人最不可 你看我們才最痛苦 生完小孩 然後他居然就在外面 最需要他的時候 他居然就在外面 做這種事情 亂來 偷吃 還不應該了 非常的可惡 然後就說 我趕快介紹我的學弟 給你認識 賤了 對 然後就 介紹你 對 就跑來我們的律師事務所說 那要怎麼去對付他老公 包括我們都幫他想好 假扣押他老公的財產 薪水 然後去提告離婚 爭取小孩監護權 一大堆準備 因為他真的很生氣 對 好 我們就開始幫他準備 這些狀子 準備提告 可是後來呢 經過兩個月以後 他就來跟我說 有一支我決定不要告了 我說為什麼不要告 他說因為這一段時間 我媽媽有就是建議我 算說其實有時候 婚姻這種事情發生了 不是馬上就打官司解決 然後我媽媽就建議我說 那我原本這個 在外商公司的工作 因為懷孕 留職停薪 我後來就把它就結束掉 對 我自己去應徵 我現在老公公司裡面的工作 我媽媽建議我這樣做 為什麼 因為他希望我可以 接近我自己的老公 就近看管 天天跟他上下班 然後後來反而他變成 天天跟老公上下班 而那個傳訊息給他 是他公司的助理 就是那個老公公司的助理 反而看了覺得 你怎麼跟你老婆這麼好 難道你在玩我嗎 對 你在騙我嗎 對 所以到最後反而是小助理 看他們夫妻很生氣 然後自己離職 很生氣地離職 然後後來就這個老公 跟老婆的 就是他們的感情又比較好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問說 那為什麼你媽媽 會給你這樣的建議 他說我媽媽其實以前 我爸爸也發生過 所以我媽媽也是很忍耐 然後反而逆向操作 最後就是讓老公回到他身邊 他爸爸回到他身邊 所以有時候 對 那是因為媽媽成功了 成功了再要回到爸爸的身邊 也把爸爸的心抓回來 那也要媽媽的心胸夠寬大 像我心胸很狹窄喔 我也超狹窄喔 這麼小喔 我是容不下伊莉莎的喔 他們做也喔 公器私用 喊話就對了 好 這是有智慧的媽媽 對 給智慧的這個 女兒做的參考 很好的建議 而且很多媽媽也都是 因為媽媽本身自己 也是人家的媳婦啊 對 所以一定會給一些 譬如說討好婆婆的一些方法 這些方法你覺得有用嗎 我個人是覺得媽媽有的時候 還是 因為我媽就是一個很 她就是 她就覺得理多人不怪 對啊 我覺得妳媽看起來 也是熱情的很大 她很想什麼事情 都面面俱到的人 可是你知道有的時候 事情做太過反而會有返效過 因為我公婆住海外 所以他們就是 久久會來台灣 然後就是來 就是有點像探親這樣子 然後就跟我們 對 然後就會跟我們 比較長時間的相處 然後呢 那我媽就跟我講說 我跟妳講妳公婆回去的時候 妳那個伴手禮啊 妳一定要把它準備好 什麼都要給人家買好 人家要不要是人家的事 但妳一定能不買 就說 好像也滿有道理的 那我就想說好了 我還是要買個兩三樣 意思意思就買一些 他們喜歡吃的零食小餅乾 對 然後也可以帶回去 就是給我老公 他的姐姐們的小排隊 親戚有沒有可以吃這樣 然後那我就想說 我這樣應該是還不錯 就手提一個 好像算還可以拿得回去 殊不知我媽知道之後 她說 妳這個媳婦怎麼做人 買這麼一點點 自己吃都不夠了 怎麼可以送給別人 我媽喔 馬上電話一到 怕...那個三四個包裹 就往我家 一直送來... 直接幫妳訂好送來 然後她就從她家 衝來我家 然後幫我公公婆婆打包 他們要帶回去要辦手禮 然後我媽還說 我跟妳講妳就這個箱子有沒有 不要打開 妳就這一箱直接去機場 然後直接給她這樣子拖運這樣 然後她去拿那個 大的那種購物袋說 這一些散裝就給她這樣 往這個裡面放 反正她就想到什麼 她就買什麼這樣子 那她大概買了什麼啊 她還買了什麼 蚊箱 蚊箱 然後一大部分都包好之後 然後我公婆的臉就有點歪 就想說 因為他們已經提不動 那麼多了這樣 然後好喔 去機場 又是我們送他們去的嘛 更糗 她那個大的手提袋 超出那個可以拖運的 尺寸 是要手提 這麼大喔 不是手提的尺寸 就要拖運了 然後就要拖運 可是她拖運的行李 就已經兩個 一個人都已經兩個大箱子 然後都已經滿了 而且還要搞什麼 操縱費什麼的這樣 然後那所以我婆婆就說 算了... 妳先幫我們保管 然後我們下一次 再來把她帶走 然後我就回去的路上 就回家的路上 我想要跟我媽說 媽 妳到底在幹嘛 就是因為這麼多東西 然後妳到底要怎樣 然後她就說 怎麼了... 怎麼樣... 有沒有安全上飛機 然後我就說 什麼安全上飛機 我們連安檢那邊 都快過不了了 所以殊不知後來 我公婆每次要回來的時候 我婆婆都會先跟我講說 我婆婆都會在嚇到 還是他們回來的時候 先不要跟妳媽說 對 就是妳們的地址 都不要讓她知道 對 她就會送錢 她就是寧可自己過去 要少做 對 所以其實長輩的出發點 都是為了自己女兒 想說幫女兒做人 那也確實真的有一些長輩 是很有智慧 但有一些長輩真的搜足 因為我們又不知道怎麼選 我們就交給安格斯老師 來教教我們怎麼選 要找哪一類型的長輩討論 是最有用的 但因為這個的主題是 當遇到薄熙問題 找哪種星座長輩討論 最有用的 那剛剛接著斯嘉 我們就來講 她這個組合非常好玩 那斯嘉是四座 媽媽射手座 如果讓她合理的話 就是調過來 斯嘉當媽比較對 斯嘉要當射手的媽 因為射手其實是這樣 射手因為友善熱情 可是有一個問題 就是射手只當下熱情 做眼前事 她不想後面的 真的 所以變成前面 真的 想到哪做哪就對了 可是射手又 射手媽媽又非常容易傷心 假如她希望被稱讚 然後也希望目光的注目 她會讓你 她希望她的體貼是得到 有價值的那種稱讚 對 那可是她 殊不知她後面的這個 造成的一些 女兒的困擾的時候 對啊 或是在機場有多狼狽 所以她這樣會走心是不是 可能射手媽自己 就非常容易身陷麻煩 逃不出來 有時候獅子女兒 可能還要協助她 對 換過來變成是 女兒當娘會好 真的 所以她不在這個板上 所以我們就先講出來 這個 好 那你知道媽媽 因為都上了年紀對不對 對 所以上升星座也出來了 所以如果媽媽也知道 上升星座 她種了這個 我們也可以看一下好了 好 我們先看摩羯金牛 如果媽媽 岳母 她的上升或是太陽 有種這個的時候 她的特色是在於 這種娘有一個 她的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 他們我們稱她為 土地公形的那種 她是自己避麻煩 還是教女兒避麻煩 她教你怎麼避開麻煩 她會教你甩開一些 盡量不要惹上升 沾上禍的事情 那平常小事情 不要來煩我 但是如果你有實質的 需要幫助 她是可以供給你 金錢的幫助的 但是給你的東西 你一定要記得 所以有借有還 至少你要表達出 感謝指引 感謝這些的 所以這是實質會回饋的媽媽 那我們來看這個第二組 如果你的怨母或是媽媽 是雙子天平的 或是極大乘兩者兼有的水瓶座 風向主媽媽的時候呢 她的特色就是 事不關己的時候 跟媽媽本人啊 沒有什麼厲害關係的時候 她給你的推測 跟建議都超準 但如果跟她有關 有時候她就會把你誘導到 一個媽媽想要你走的方向 然後這樣做比較好 其實這樣比較正確 你會不知不覺就中了 就暈船了 對 照著媽媽去做她要做的事 所以跟她沒關係的 才可以問這兩個小組 她就講得非常的精準 好 那如果呢 這個長輩是牡羊牽蠍座的 這一組 這一組呢 基本上是一個 是媳婦的時候 我滿有耐性的好嗎 老師 媳婦的時候 可能還會稍作忍耐 可是如果媳婦有一天 會變婆的時候 這個變婆的時候 會零忍耐直的 所以她的特色是在 這個幫你歸納後 迅速給建議 然後逼你做決定 因為我們急嘛 所以我們就很精準 趕快做結論 有時候就是你 你假如是跟婆婆啊 婆婆是這個 牡羊天蠍座 你跟她講的時候 她比你還氣了 對 她比你還氣就壓著你 趕快 趕快 麻煩 現在就照著我這樣做 這一段我要撿起來 那你那一段Copy給我 一起用 有的時候我們 就是有時候社會上 會發生一些 就是一些 就是大家聽起來比較 覺得奇怪的 就是我們有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當事人 她媽媽其實是一個 很虔誠的 某個新興宗教的信徒 她就跟她女兒講說 那你要不要去把你們 那個就是婆家 你跟你婆家講說 媽媽有在休息 那就是生成八字什麼的 都可以給我們 那媽媽會一起幫她 就是做回向 做功德 做累積這樣子 那當然她女兒就照做 但是她有跟女兒講說 你這些事情不要跟公婆講 因為怕會有覺得 你是在做 萬一宗教信仰不同 對 那結果有一天吃飯的時候 結果她媽媽就 因為兩家一起吃飯 親家一起吃飯 她媽媽就突然跟她公公講說 那個某某某 你是不是最近做生意 有一點點不順 那她就想說 你怎麼知道 我最近有被人家 欠一筆貨款沒有回來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就是在幫你們 全家祈福的時候 我有就是有聽到 就是菩薩有跟我講說 這個你最近好像會有一些不順 但她不知道是什麼不順 她就說有一些不順 就是請你要注意這樣子 那個媽媽就跟她講說 那你要不要來廟裡 去做個法事這樣子 就是說去化解一下這些東西 結果她後來去的時候 那個師父居然就是 看到她的時候 居然都連她大概是幾年次 什麼時候出生 然後就是 她的一些相關的個人資料 比較特定的個人資料 好像都滿了解的 她就覺得這個師父好神奇 就是居然什麼都知道這樣子 後來就是在廟裡面 花了不少錢去做那個法事 而且就是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弄了兩三次 結果後來她女兒才想到 她其實早就有把 那個生成八字這些 也給過她媽媽 對 然後她還在想說 是不是媽媽這邊 因為希望把他們都 就是變成是你知道 同一個宗教信仰 所以可能有透露給師父 還是什麼 所以人家才會那麼神準的 就知道妳的資訊 媳婦本來也只是好心 因為媽媽這樣子講 想說都是做好事 就是可能會有這些 捐了一堆錢這樣 捐了一堆錢 然後差點變成幸福這樣子 對 會有這種盤算 但如果真的可以保平安的話 也沒關係了 OK啊 而且大家如果信仰 都一樣的話 一次的話 其實全家還滿和樂的 對啊 這樣多了好多話題 跟共同的活動 可是你知道有的時候 除了當就是新手人妻 會有很多問題 想要請教媽媽 其實有時候在當媽媽 新手媽媽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很多問題 會想問媽媽的 對 好多問題 而且同時又要當新手人妻 又要當新手媽媽的時候 那個真的會慌 然後睡不好 又緊張 那時候我是因為我的小孩 那個時候還小 就待兩個月的時候 就很容易脹氣 然後肚子就鼓鼓的 更睡不好 對 又睡不好 然後她睡不好 我們全家也睡不好 對 那那時候我媽剛好就打來說 現在跟寶寶的狀況怎麼樣 我就把這個問題 跟我媽說 我媽說 你去用白花油 就任何有過河的精油 想說可能涼涼的 她可能會睡得比較好 然後我就用了之後 我女兒哭得更慘 真的 哭得更慘 對 她整個熏到 就是很辣 很舒服喔 然後皮膚 她的肚子整個就是 對 起疹子 搞得我還要再帶她去看醫生 就是治療她的那個皮膚過敏 然後就打給我媽媽說 媽 妳那個方法根本行不通 就寶寶的皮膚又過敏 她說 可是妳小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完全地幫妳帶大 因為這是外婆顧嘛 她說現在給她推給外婆認識 對 好 那剛剛前面那一刷子 她說可是這方法 大家都在用他們那個年代 就是小孩子要一碰碰 什麼都是白花油 對 白花油 那之後就晴天霹靂 想說以後真的 什麼都被要問媽媽 一刮電話 我就覺得這心情真的很不好 我就想 然後看到老公又心情很不好 因為他明明人在那裡 可是又幫不上什麼忙 對 就整個情緒就很不OK 然後又睡不好 就是狂吃 然後小孩終於可以上學了 想說 可以出來接點工作 可以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對 有一點自己的時間 然後就跟經紀人見面 他見到我的時候說 天啊 其實也太不好 因為睡不好嘛 壓力又大 然後又狂吃 所以整個代謝變不好 然後身體就是 整個身材就很臃腫 其實媽媽沒有辦法 很快回到自己的狀態 自己就心情會很不好了 根本不需要經紀人暗示 對啊 沒錯 所以那時候就很急 就趕快就是跟朋友聊天 然後朋友說 你真的可以試試一個東西 那東西叫做 夜晚吃的酵素 就 這個很有用 對 這個非常 這個 對 夜酵素 對 這個酵素非常有用啊 因為它就是晚上睡前吃的酵素 就吃兩顆你就去睡覺 然後因為它裡面呢 就是含有很多種 不同蔬果的酵素 光第一個我看到 就非常的吸引女性同胞 叫做 蜂王乳 因為蜂王乳可以讓你有好氣色 可以讓你皮膚什麼 變得很漂亮嘛 那它夜酵素的意思是說 睡覺前吃也有 可以幫助睡眠嗎 對 它就是因為除了讓你 就是它裡面有 胺基酸嘛 然後它有很多種 就是蔬果的酵素 它可以讓你就提升你的代謝 然後呢 裡面就是有 Gaba 還有就是 色胺酸 它可以穩定你的情緒什麼 然後它可以幫助提高 代謝 我覺得就是非常的重要 對我目前來說 所以我吃了一陣子 我覺得說天啊 幸好有它 不然我就要繼續 所以你吃了這個之後 你就覺得睡眠比較穩定 然後也不會那麼地憂鬱 那麼焦慾 對 吃完之後 就覺得整個情緒變好 然後代謝也變好 然後我也有精神去運動 就是用一個非常健康的方式 讓自己回到最健康的狀態 很棒 像我們剛剛講到 它裡面有色胺酸 色胺酸本身其實可以讓我們 有好的情緒 會讓你覺得開心 超需要的 原因是因為色胺酸是我們身體 合成血清素最重要的材料 那血清素它白天就會讓我們覺得 你有 對 那剛剛立菲又講到裡面有GABA GABA也可以幫助我們 GABA是我們身體呢 很重要的 抑制性的神經傳導物質 功能就是幫助我們大腦放鬆的 那可以幫助我們抗憂鬱 抗焦慮 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入睡 那像比如說裡面的這個蔬果酵素 它其實跟坊間的那種 消化酵素不太一樣 它是利用蔬菜水果去發酵製成的 是 那因為它有發酵 所以它經過發酵之後 會產生一些好的成分 例如像是 那蔬果本身也含有一些質化素 所以這些其實都有幫助 促進新陳代謝這樣的一個好處 那像蜂王乳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蜂王乳 就是對女生來說很重要 對 蜂王乳本身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分 叫 那蜔細酸也可以幫助我們 促進身體的新陳代謝 而且蜂王乳本身裡面 有一個類荷爾蒙的一個成分 所以其實大家大部分聽到 就是說蜂王乳可以養顏美容 其實是的確有這個幫助 像我們現在這種年紀 其實最擔心的就是脂肪的囤積 對啊 那它這樣提升代謝力 是不是也可以提升我們脂肪的代謝 沒錯 其實我們很多跟脂肪有關的 一些荷爾蒙的分泌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在晚上 例如有一個很重要的 我們講的荷爾蒙叫做 這個瘦體素本身我們身體會合成 是因為在你晚上睡覺的時候 然後脂肪組織自己分泌出來的 這個成分 那當你晚上 如果沒辦法好好睡覺的時候 當然你的瘦體素 就沒有辦法分泌出來嘛 對 那你沒有瘦體素的時候 這時候你可能就會 就會停滯 就很想要去吃東西 對 因為瘦體素可以幫助我們 一吃食慾 對 所以你可能就變得像麗菲一樣 晚上可能就會很想要去吃宵夜 對 對 然後它又加上又更睡不著 所以你吃了這個之後 晚上比較不會想吃宵夜 像我的感覺是 我就是在睡前的半個小時 肚子開始要餓的時候 立刻吃兩顆 我就去睡覺 那我覺得它最讓我最好的一個 就是幫助我的方法就是 它可以讓我睡得好 睡得好呢 隔天起來我就有精神啦 有精神我就會想要去動一下 去做運動 然後呢 我的那個整個代謝會更加地好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營養師啊 就是說哪一類型的人 他其實是比較需要 酵素啦 色胺酸啦 胺基酸這些成分呢 第一個族群就滿適合是 情緒比較低落的人 那就是太忙碌的媽媽 都滿需要的啊 對啊 我覺得所有的媽媽都很需要 都在想明天要做什麼 想好久 真的 因為就是工作的行程 沒有安排好 或是小孩有狀況的時候 老公都會說 你的什麼 是不是 所以媽媽應該都滿需要的 然後第二種適合的族群 就是 因為這些人 對 用腦過度壓力大的情況下 其實很容易導致 身體製造GAB是不足的 然後它就可能進而比較容易 影響到睡眠品質 那第三個適合的族群就是 對 像我們剛剛講說 這些成分其實它可以 讓我們晚上睡得好 那晚上睡得好 你自然在晚上的代謝力 就會比較好 那間接就可以促進 我們的新陳代謝 太好了 我覺得這很重要 首先睡得好之後 你的精氣神就會歸位 所以不管是當人家的人妻 還是當人家的新手媽媽 還是當人家的媳婦 如果我們都精神穩定的時候 然後心情愉悅 我想我們都可以給出 非常精準 而且非常有效的方法 讓大家的生活 都可以越來越好 對 所以最後 我還是要想要唱一首 我媽媽最喜歡的歌 就是 聽媽媽的 妳媽挺時髦的 她是聽周董的 讓她受傷 媽媽的話真的要聽 沒錯 祝福大家 今天也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